今天的影片可能會稍微長一點 天線去買晚餐再回來一起配飯看這樣子 嗨我是大馨 今天要跟你們分享的就是 我沒有很積極的跟大家詢問問題 就是因為我覺得這個主題是關於我的事情 就要奇形怪狀問題 我會另外拉出去做一集 好 那我們就事不宜遲馬上來開始 很多人會問我的身高、星座、科系 然後有人會問幾歲 就很像過年的親戚 關於我的身高、星座跟科系 我在上一個QA已經有回答過了 關於歲數的問題 如果眼尖一點的人 在看我第一支影片的時候 就會發現我幾歲了 阿欣這個名字怎麼來的 因為大學的同學都叫我阿欣 然後我小時候的時候 親戚都會直接叫我台語的阿欣 就是阿欣耶這樣子 當時創頻道的時候不是要寫名字嗎 然後我就不知道要寫什麼 因為刻意取一個什麼 食物類或動物類的綽號 有點跟我這個有格格不入 所以我感覺就直接用我的綽號 當這個頻道的名字了 我跟你們講我超級會睡覺 就是光是我之前給你們推薦的那個LINE床鬧鐘 就知道我超會睡覺 有一次我在睡覺 外面樓下就在那邊 有電子花車經過 你知道那種不是會超吵嗎 然後音樂放超大聲 結果我醒來之後 我媽就問我說 剛剛樓下有電子花車經過 你沒聽到嗎 我說 什麼電子花車 已經很會睡到日 我完全聽不到任何聲音 我最常睡了14小時而已 應該有人可以睡更久 但是我那時候 14小時起來的原因是因為很餓 所以就不得不要起來吃東西這樣 我是哪裡人 你們猜啊你們猜啊 我自己覺得我講話腔調還蠻重的 而且我會有很多語助詞 好啦好啦我公佈答案 我是台中人 我是土生土長的台中人 接下來喜歡喝什麼飲料 喔我跟你講我是飲料人 然後最喜歡喝的飲料 就奶茶吧 奶茶控啊 上一次的吃播我有講到 我是一個吃飯很慢的人 啊我喝飲料也很慢 之前我在實習的時候 我其他的那些同仁們 都覺得很神奇的一點是 我的早餐店的那一杯奶茶 我可以喝到下午4點 啊你們就覺得 無法理解你知道嗎 我也不知道為什麼 最喜歡的食物 我是垃圾食物愛好者 真的完全是愛好者 我超愛吃炸雞 鹹酥雞 薯條 之類的這種東西超愛吃 然後不喜歡的食物 我最不能吃的食物就是芋頭 就是我一輩子都不會再繼續吃的東西 不會刻意去吃的東西 就是甜食跟冰 這兩個是 然後我們可以一起去吃 但是我不會特別去 咳咳咳咳咳咳咳 哎唷 但是我不會特別去拿來吃這樣子 啊我不敢吃辣 我是一個不能吃辣的人 我是有趣的人嗎 不是 我覺得我是一個非常無聊的人 就看我手機 就是沒有那麼多娛樂的東西以外 之後如果跟你們介紹的話 請買bag 或是 買鉛筆盒 你們就知道有多無聊了 再跟朋友相處起來 我自己也覺得我還蠻無聊的 不是那種真的很好笑很有趣的人這樣 跟朋友相處上面還有一個點 我可以很high 但是如果遇到事情的話我會蠻淡定的 所以有時候會被人家誤認為我還蠻冷血的 有沒有怪癖 我覺得這有點難回答 因為可能我自己覺得沒有很奇怪 但旁人會覺得很奇怪 我目前想到的只有 我很喜歡蹲在地上做事情 就是我不喜歡坐椅子 最喜歡的動漫 很明顯吧 而且接下來7月6號的柯南上映 我會準時出現 嗯 我有沒有近視 有 我有近視 兩眼好像都是250度 其實我大部分都戴眼鏡出門 我不戴放大片 我超討厭戴放大片的 之前那個是因為不得已 然後我剛好沒找到透明的 喜歡撒嬌嗎 我自己本身是完全不撒嬌的人 然後我也不是很愛就是 別人跟我撒嬌 不管男生女生都一樣 就是一直跟我那邊 那種 但如果是那種 呃 他 像死吹奈子那樣 他本身就是充滿一個撒嬌的感覺的人 沒有刻意的話 那種我OK 最有自信的部位 眼睛吧 眼睛 對 媽媽幫我的眼睛伸得還蠻大的 然後最沒有自信的部位 我覺得大家應該猜不到 就是我的牙齒 現在看起來很好 那是因為已經有做一些調整了 之後再跟你們分享我的牙齒的心酸血淚食 真的是心酸血淚食 唉 最喜歡的 動物 我最喜歡柴犬 這個 我的結束畫面不是下面都會有一隻柴犬嗎 因為我也喜歡柴犬 我是一個回覆訊息非常慢的人 我也不是很擅長用通訊軟體跟人家聯絡 我自己覺得通訊軟體上面 我沒有辦法看到你講那句話的語氣 不管是貼圖什麼都一樣 我沒有辦法看到你的臉 所以我就會 不知道當下應該要做什麼回憶 但是我不喜歡說這個是訊息恐懼罪 我會逼自己去跟人家傳訊息 因為我怕影響到別人 人家傳訊息來 如果我沒有回覆的話 人家應該會覺得很困擾吧 所以我還是會 比自己去回就對了 但是我自己本身是沒有很喜歡 用訊息講話就是了 然後 喜歡K-POP多久了 從2009年開始 然後到現在大概9年多了 好久喔 學過什麼才藝嗎 小學的時候 學過 嗯 直笛 不 聽我講 不是大家一般上課的時候的那種直笛 是 就是學校會有那種直笛團的那一種直笛 還有學過電子琴跟鋼琴 但是呢 國中之後就斷了 所以 沒有很厲害 不要叫我秀 不要不要不要 然後 還有烏克莉莉吧 烏克莉莉是大學之後 為了去 帶小朋友贏對 而學的 會生氣嗎 只要是人都會生氣吧 只是我生氣的點比較 沒有那麼多啦 我平常會是一個 很 憑借還蠻好的人 就是大家怎麼開我玩笑 我都沒差這樣 從小被開玩笑叫大的 呵呵 我覺得有一個點是 比如說這個東西 就是我的 然後如果你擅自用我的東西 去做一些什麼事情的話 我會真的很生氣 會超級生氣 除了韓文還會聽什麼歌嗎 我其實不是只會聽韓文歌啦 我也會聽一點點英文歌跟 一點點中文歌 一點點 然後 除了這些以外 我還很喜歡聽台語歌 我非常喜歡台語歌 所以之後呢 其實我也會想要嘗試看看 做一些台語的cover 因為我認真覺得台語歌很美 然後有很多 嗯 我覺得中文沒有辦法解釋的情感在裡面 最喜歡的youtuber 我覺得應該超明顯 我最喜歡youtuber就是 這群人 唯一有該鈴鐺的 我覺得他們是很有才華的一個團體 然後對於自己的 嗯 理念都非常的 有想法 而且很有動力 很積極這樣子 他們的劇本腳本那些創意都很足夠 真的很喜歡 那我順便講一下 我最早追蹤的youtuber好了 其實不是這群人 是菜雅嘎 好像是2012年的時候 已經六年了 好久喔 天啊 最喜歡自己哪一部影片 我跟你講 我最喜歡的其中一部 是我從 上傳之後到現在 每一次打開我 還是會笑到不行的那一部 就是 日韓臨時大戰那一集 跟我妹一起PK 然後看誰贏了就可以吃餅乾那一集 那一集真的是 完全是沒有做效果的 我怎麼會追成這樣 你們就看都知道了 那一部應該很多人都沒有看過 你們看都知道了 雖然那一部是 臨時是有廠商贊助的 但是是沒有收錢的 還是可以放心的看 然後其他的話 我覺得我自己喜歡的影片 都是沒有什麼人看的影片 比如說Vlog系列啊 然後那些韓劇教我是系列 還有英國那些我都還蠻喜歡的 我的結束語去哪裡了 這個是我自己想要分享的 就是早期的影片片尾的時候 都會跟大家講說 就是阿如果喜歡我的影片的話 記得要分享 訂閱啊按讚 之類的這種結束語這樣 然後 我做一做就覺得 也太 而且我會比較尊重大家自己的意願 就是 你們想按讚就按讚 想分享就分享 想留言就留言 大家都是 獨立的個體 我不想要影響你們這樣子 覺得自己最奇怪的點在哪裡 呃 從小就看透人生 我舉個例子好了 小時候啊小學的時候 不是都會每個人發一個本子 蓋那個章 比如說直到第五關的時候 就可以跟老師拍照 第十關跟主任 然後最後可以跟校長拍照 還可以拿到一個徽章這樣子 應該很多學校都有這樣子的獎勵制度 要鼓勵大家做好事 說好話之類的 我就覺得 這個沒什麼 然後也覺得 這個拿到國中之後 也沒什麼用處 我就從那一刻開始 我就不急了 就是不會為了急張 而去做那些事情 還有第二個奇怪的點 就是我覺得 我自己還蠻會獨處的 一方面是覺得自己有點孤僻 然後另外一個就是覺得 我自己一個人獨處的話 我反而會覺得很自在 在妹妹出生的時候 姐姐不是都會吃醋嗎 我媽跟我說 我完全沒有那個時期 反而覺得妹妹出生 我很開心 因為我終於可以做自己的事情 從那個大概兩三歲的我 就一直是那個樣子 到現在都還是 超怪的 然後 最喜歡的髮型 以長髮來講的話 我自己喜歡 我自己是 那種自然蓬鬆時候的 大龐分長髮 短髮的話 我喜歡 有瀏海的那個時期 最喜歡什麼科目 之前有像有分享過 我最爛的科目是歷史 然後我最喜歡的科目 其實是數學 因為我覺得解數學很好玩 會很有成就感 然後偷偷講一下 我不喜歡科目好了 不是歷史 我覺得學歷史很好玩 只是我不擅長被動系而已 我最不喜歡的就是體育 喔 因為我真的很沒有運動神經細胞 超級沒有的 任何一個球類我都不會 而且我每次打籃球 都會被人家笑 因為我姿勢很詭異 我的體育成績 真的是爛到一個不行 有沒有後悔的事情 有一個是 如果那時候做會更好的事情 就是我覺得我 如果在大學的時候 就開始拍YouTube的話 好像會更好 我覺得啦 應該要像拍菜市場那樣 不顧一切直接拍這樣 為什麼這麼喜歡逃脫遊戲 我已經提到好幾次了 因為我很喜歡做一些邏輯推理的題目 或者是一些遊戲 之前大學的時候 有一堂課就叫做邏輯推理 然後那一堂課 真的是我大學四年上的最開心的一堂課 因為每一堂課都在做一些推理 那一堂課的其中我就是全班最高分這樣 好像是95吧 我忘記了 我那一堂課真的是我大學最喜歡的課了 讚 有人問怎麼除毛 其實我沒有很喜歡除毛耶 現在是因為夏天要穿這種衣服的話 礙於社會觀感 我不得不一定要除毛 不然我可能會直接炸開給你們看 因為我覺得 藝毛是一個非常自然天然的東西 所以我就很希望哪一天 整個社會突然大家都不刮藝毛 我就可以耶萬歲 啊好啦怎麼除毛 我好像忘記講了 我跟他們講有個東西很好用 我會拿難用的刮鬍刀 可能因為男生的體毛本來就比較粗硬吧 那一些刮鬍刀的設計上面 本來就可以刮那些比較硬的毛 那刮硬毛的時候就會可以刮得比較乾淨 到底有多臭熟 我的臭熟呢 不是只有玩遊戲的時候 是可以應用在生活中的那一種 比如說大家都畫同一本書 然後我就偏偏拿到那個 一翻開裡面都黑黑的那種書 我現在想起來也覺得很白癡 怎麼會這麼剛好 啊然後還有我很常抽到一號 會寫手帳嗎 我不寫手帳的 我之前有嘗試過要寫手帳 可是我發現我很懶 就是懶到一個不行 我可能只能堅持個一兩個禮拜 然後接下來就會直接放掉這樣 然後我也不寫什麼日記那些的 然後我活在張下 接下來是什麼時候開始化妝 大二下的時候才開始化眉毛 化全妝是差不多大三下吧 我大二到大三期間很忙 所以想化全妝但是無法化全妝這樣 但是氣色超差的 後來我就覺得不行 好像還是要遮個瑕 然後你知道遮個瑕之後就會想要上粉底 上粉底之後就會覺得要上眼影 然後就要上唇膏 然後就知道一層一層疊上去 到最後想說啊算了啦 就化個全妝這樣子 但是我其實很常素顏出門 喜歡交朋友嗎 嗯 我有說過我很孤僻了 所以我覺得交朋友OK 就是你知道在社會生存上面 必須的 我覺得交到知心朋友的話我會很開心 但是我不會為了想要拓展自己的人際關係 而去大量的認識其他人 我覺得這樣子有點太刻意了 我喜歡人與人之間自然的交流互動 然後再自然的產生那個 輕易這樣子 可能也因為這樣子 我沒有很多要交心的朋友 追星做過最瘋狂的事情 之前第一次去韓國的時候 我就去唱片行 把Infinite專輯全部買回來 只有韓版的 日版的我沒買 雖然沒有到超級多張 但是也不少 對 我覺得喜歡上他們 我完全不後悔 真的 欸怎麼成為樂觀的人 欸還蠻多人問這個問題的欸 可是我看起來很樂觀嗎 遇到一些挫折 問題的時候 我有個方法 就是我會先把事情想到最壞最壞 嗯好 比如說今天斷考好了 然後我就會覺得說 大不了就被當掉啊 大不了重修啊 你有一個大不了重修 跟大不了當掉的這個前提去努力的話 不管得到什麼成果 你都會覺得很好 我不知道 喜歡什麼電影 我喜歡那種 看完會覺得很有寓意的那種電影 比如說寂寞拍賣師 還有另外一個是 李奧納多皮卡丘 李奧納多演的那個大亨小傳 這一部就比較多人聽過了 啊還有一個 之前在高中的時候看的 在深夜加油站遇見蘇格拉底 接著就柯南全系列了 啊 題外話 我看電影不喜歡吃爆米花 其他時間吃可以 在電影院裡面我就是不會吃爆米花 會開車或騎車嗎 會 我會開車 然後騎車 我其實會騎 但是我一直沒有去考驕照 我對機車其實有一點點陰影 我小時候有一次過馬路的時候 就被摩托車撞到這樣 雖然當下沒有什麼大傷 可是 我也是整個人翻了一圈 我看到天空什麼的 趴在地上這樣子 然後當我 一轉頭的時候 我看到有一個貨車就朝我而來 還好它停下來了 不然我現在就不會在這裡了 超級恐怖 除了騎車或陰影以外 過馬路也有陰影 我到現在還很害怕過馬路 我一定要走有紅綠燈的斑馬線 不然就是有天橋的話我就會走天橋 就是非常害怕過馬路這樣 最害怕什麼動物 我最害怕昆蟲類的東西 最不喜歡的東西就是蟑螂 之前還跟室友合租宿舍的時候 有一個晚上我就是房間突然出現 一個大蟑螂 然後那時候我室友已經睡了 我就跑去敲他房門 把他挖醒 然後跟他講說 欸欸欸我房間突然臟了把我打 就為了這件事情把室友叫起來 有什麼綽號嗎 我跟你講我國中的那段時間 有過很多非常奇形怪狀的綽號 我來跟你們講一下 比如說齁 牙膏哥哥 是哥哥喔 不是姊姊也不是妹妹喔 是哥哥喔 那時候大家都叫我哥哥 還有 大便 然後我還收過那個大便造型的唇尖筒 就莫名其妙 會喝酒嗎 那我覺得我應該看起來是會喝酒的人 然後答案是 對我是會喝酒的人沒錯 但是呢我只喝啤酒 就所有酒類我只喝啤酒 其他什麼高粱紅酒之類的 其實都沒有很喜歡 最喜歡就只有啤酒而已 然後我喜歡逛實體還是網拍 這個也是觀眾問的問題 我呢幾乎不逛街的 我不喜歡逛實體的店面 反正我懶得走路 然後也懶得出門逛街 我喜歡網購 我幾乎所有的衣服都是網購的 但是有一個東西是一定要現場買 就是我的鞋子 有人問我的紓壓方式 你覺得你在什麼時刻最容易放鬆 就是腦袋空白的時候 那就是你最佳的紓壓方式 像我自己的話 我最喜歡聽音樂或是看影片 最日常的方法是洗澡 洗澡真的會讓你放空之類的 然後有時候也會有靈感 從洗澡的時候突然蹦出來 有猴傑嗎 你們會發現我的這裡 猴傑這裡還蠻顯眼的 其實每個人都是有猴傑的 女生的猴傑是在裡面這樣而已 但聽說就是有猴傑的女生 看起來會比較有個性 我覺得那只是想要自言其說而已吧 敢看鬼片嗎?不敢 我不敢看鬼片 但是我敢看靈異節目 很怪吧 就是那種什麼來講鬼故事 或是那種什麼陳維銘的那種節目 我敢看喔我超敢看的 但是鬼片我不喜歡 就是那種刻意要出來嚇人的那種鬼片 我不喜歡 我覺得很可怕會做惡夢 被人討厭的話怎麼辦 這個我經驗倒是不少喔 常常會被就是一兩個人討厭這樣子 本來就不可能做到每一個人都喜歡你啊 這樣太累了吧 沒有這種人 我覺得我們就只要專注在在乎自己的人 跟喜歡自己的人上面就好了 比較中肯的建議的話還是可以聽一下 可以稍稍試著改變 但是不需要完完全全的為了他們去改變所有的自己 這樣子 因為我覺得這樣子為了別人而活有點太累了 然後我之前被人家不喜歡 是因為我自己在認真做事的時候會蠻強勢的 就看起來很討厭 俗稱黑臉對 那段時間就還蠻常被 不管是同儕或是學張姐 學弟妹之類的都會不喜歡我這樣 因為會覺得我為什麼要 我憑什麼這麼強勢 或是憑什麼這樣子跟他們說話之類的 所以我後來還是有稍稍的在改變自己在做事的時候的態度 會先停下來考慮怎麼說 然後盡量不要用太刺耳的話語去講 好像很多人有問男友相關的事情 比如說怎麼認識你們交往 然後相處上之類的 就是我不想要過於高調啦 因為你知道每件事情都會有一個萬影 我不想要留下對未來的彼此有影響的東西這樣子 上一次哭是什麼時候 啊!我想起來了 就是上禮拜那個 小櫻花的中選感言的時候 自己在自己生活中很少哭 但是我很容易因為一部戲一個綜藝而感動哭 生命中最重要的人 回答完上一題你們會以為我講的 怎麼了嗎?沒有 我跟你們講 我生命中最重要的人就是我的家人 沒有其他了 比如說這個時段我只能跟家人吃飯 或者是跟男朋友吃飯 選一個的話 我跟你講我一定會毫不猶豫選擇跟家人 不管你要我做什麼選擇 我一定最後都會講家人 好!最後一題 下車鈴去哪裡買的 怎麼會有人覺得這個是買的呢? 這是我自己做的好嗎? 這是之前我壁製的時候 展覽裡面的一個小小的展覽皮 壓克力去用雷雕機切割之後的成品 好!那今天的關於我的50件事情 就到這裡告一個段落了 其實我這個關於50件事情 原本是想要在10萬的時候做的 會選擇在這個時候發是因為 我覺得不管是8萬還是10萬 哪一個時期訂閱的人都很重要這樣 如果你們對我還有什麼好奇的想知道的話 還可以繼續留言沒關係 之後萬一突然滿個10萬之類的 再做一個QA好了 那今天就分享到這裡了 下一集再見 掰掰 那今天不然來講一下這個結束語好了 喜歡我的影片的話記得按讚分享 然後按訂閱喔 耶~~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